嗨 大家好 我是Nita 我在 大家看到出來我們現在人在哪裡嗎? 我們現在人在桃園機場 沒錯 那如果有follow我們IG的人 應該都知道我們這次要去哪裡 我們要去東京跟大阪 沒錯 我們要去日本 回歸好多年的旅遊 我第一次去日本 我是第二次 但是已經回歸大概三年 四年 然後這次呢 是我跟代代還有代代的弟弟 我們三人一起去日本自助旅行 我們要去七天六夜 我們會先去東京再去大阪 我們兩個已經出境了 那我會不會想說 欸 他代代咧? 怎麼還沒出來 對 他人呢? 因為我們現在也遇到了第一個大難關 就是我弟弟他是義男 他沒有申請 對 這我真的不知道耶 因為我之前第一次出國的時候 我就會當兵了 我當兵的時候就出國了 所以我也沒遇到這個問題 因為現在代代他是還沒有當兵 所以他出國要申請義男的東西 但是我們不了解 所以他現在在出境的時候 就被卡住了 對 我們就看著他 然後很緊張這樣子 我也很緊張 我們只剩下大概幾分鐘就要當飛機了 我們剩下40分鐘 欸 有什麼心得嗎? 好 義男有什麼心得? 我怎麼知道我還要再念個一次 我有辦護照就是你 他叫你做什麼? 就是去那邊掃QR Code 填他的資料 我預計的出國跟回國日期 這樣就好了 對 很快 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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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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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登機門 沒錯 可惟這麼多年沒有出國 我覺得超緊張的 而且我們大概是搬機的前一個半小時到的 過不然還很怕說會不會有點來不及 因為我們是零層的飛機嘛 所以其實人一定相對比較少一點 但是其實人還是蠻多的喔 大概其實沒有睡 對 我沒睡 然後我大概睡兩個小時 我是6點40的飛機嘛 然後我大概2點半就起來晃了 晃了晃了晃了晃出門 6點10分 現在是6點10分 語圖平安 平安到日本 到日本跟大家說 拜拜 拜拜 各位 我們到日本了 我們現在一下飛機呢 它就會有一些工作人員 拿這個牌子叫你 顯示你有沒有去 Visit Japan Web上面 登記你的疫苗 然後如果你有登記成功的話 它就會顯示 藍色的畫面 就會拿到一張這個 黃色的紙 就得了喔 你通過囉 你可以離開囉 你是不是提早到了 我們提早了半個小時左右 你只要一次上網 申請你的疫苗 你就可以順順的往下走 然後它現在有分兩條線 你有小房子的 你就可以走這裡 沒有的話你就要走左邊 成功的走到派出通辦這一張 各位 我們已經成功的入境了 對 我們剛剛一出機場呢 我們就先馬上跑去買了這個 登登 新幹線的票 然後還有這個西瓜卡 就是像悠悠卡的東西 然後新幹線的票是因為我們11號那天 我們要從東京到大阪 我們就做新幹線了 沒錯 欸 一定很糟耶 很糟耶 他這一趟是我們的搬移 嗯 所以我們就幫他出機票 跟機家酒 對 沒錯 沒錯 我們現在在陳田 先去我們的住宿民宿那邊 放我們的行李 這一趟的接機送機 還有大阪環球 跟迪士尼呢 都有我們的神燈假期 要來接送我們 沒錯 非常感謝他 然後幫我們處理了最麻煩的部分 真的超麻煩的 我們就只要上車睡覺就到點了 OK 那我們現在去搭車吧 走 哇 日本抵達 欸 很舒服的天氣耶 確實 亮亮亮 上車 請上請上 這是保姆車室走 我們現在已經坐上車了啊 我覺得好棒吧 我們不用去坐什麼 機場巴士啊 你不用第一搭 大家都有些工具 然後我們今天搭的這台是什麼 阿哈 欸 它移的很寬很舒服耶 對不對 它這個是那種專門在做保姆車的 溫� 到了 競성下車了 睡的好舒服喔 各位我們到了 這個就是我們這裡現在東京要住的地方 我們住的是新宿 那我們現在準備去Check in 來日本要買口罩 因為他們的口罩好看 想買是不是? 我沒有想買啊 你又看不懂 看了可以看圖片了 走 馬上買馬上戴 日本很多人都戴這種口罩 戴起來很舒服欸 完全不會有美感 很讚對不對 還不錯蠻舒服的 很舒服欸 它有一種輕膚感 我們應該要靠左我們一直逆向 我們太習慣靠右了 日本都是靠左 我們剛剛靠右走想說為什麼 我們一直有要撞到人 什麼感覺 什麼感覺 第一次來日本 我覺得自助你們很棒 就很輕鬆啊 想幹嘛就幹嘛 因為我第一次出國的時候是跟團 就覺得很緊湊 然後目前就覺得還不錯啊 目前就覺得還不錯啊 而且我沒有出什麼力 你是被霧 那裡好多人喔 什麼意思 突然看到這邊好多人 我們剛剛不小心在藥妝店就買了一袋東西 因為它要五千塊可以免稅 所以我們就湊了一個五千塊 因為黛黛他要買咳嗽藥 然後黛黛買的是這一種的 他們現在好像藥妝店有一些新的規定 就是說你一個人買這種藥 你只能夠買一盒 要買兩盒的話 要給他利用 對 然後他會問你說你有沒有在其他的店 有沒有買藥 之類的 他可能怕你拿回去去賣吧 或是有些藥他可能 藥癮的成分 可能是那種就是會讓你上癮的 這是我們今天中午要吃的午餐 六哥仙 這一隻呢我們會另外拍成一隻影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沒錯 一定要看喔 這一間呢是和牛吃到飽 而且好像一個人價位不高齁 感覺是滿划算的那一種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另外一隻完整的影片 好那我們就走囉 OK 各位我們現在入住了 我們這幾天在東京的住宿是新宿的城市酒店 然後稍微簡單的給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房間 我們是三個人來入住 但是我訂的這個房間差不多 應該可以睡個五個人左右 這個是門 門一進來呢 這邊就是有一個小吧台 它這邊有放一些咖啡啊茶包之類的 然後這裡有一個小冰箱 然後右邊這邊 浴巾廁所 然後它是有浴缸的 然後這邊可以掛衣服跟全身鏡 還不錯我覺得全身鏡還不錯 然後這邊是我們的房間 有人在耍廢了 因為我們這個房間是比較多人的房間 它就是好多張床 四張床 為什麼要找那麼多房 那麼多張床 雙人房或三人房 它的房間太小了 所以我乾脆直接訂大一點的房間 然後這邊有一個小小的梳妝台 這邊就是一個走道 我是覺得這走道還不錯啦 至少我們的攝影都可以彈開 然後這裡有個電視 這邊有一個桌子 然後還有這個是小陽台 OK我們的房間就差不多長這樣 我們等一下休息一下 然後準備要去新宿那邊逛街買衣服 各位現在是晚上的7點20分 我們打算來逛UNIQLO 登登 因為我們在來的時候 就有聽說而且也計畫 計畫的UNIQLO好像要買東西 原因是因為UNIQLO的價格在台灣 跟日本比起來差了快一倍 來減便宜 對來減便宜 然後來看看說 我們這一趟UNIQLO 到底可以省多少錢 OK走吧 走 一進來就看到這個羽絨外套 它可以包成這樣子 一小時就帶回台灣 這樣算是590X0.23 這樣算是1377耶 哇 這樣算1377耶 這裡的花又一台990日幣耶 這裡的花又一台990日幣耶 這個是短袖的 然後這個是褲子的 然後這個是褲子的 試試看 990日幣一件起來是227塊 美褲 我在台灣都買這個 然後我在台灣買的是290塊台幣 這邊是590塊日幣 這邊是590塊日幣 這邊是135元耶 也是差不多半價 襪子強 多少 一張66塊 你們的戰利品是兩大籃 其實還有 還有還沒買 因為我們還沒有幫幫幫忙 幫他們買 我是說我自己還沒有買完 我今天根本什麼都還沒買耶 你知道嗎我今天就是 這麼一套衣服來 對他很狂 他只穿這一套衣服來 什麼都沒帶 我以前的市館長跟我說 來日本 就是只要穿一件衣服就來 真的 你很狂耶 他是這樣講的 而且後來興奮再體驗到這是真的 因為這邊買衣服 真的是比台灣便宜太多太多太多 我們待會算完 我們這樣子兩大籃 差不多多少錢 給大家猜 好 大利品兩袋 超重的耶 給大家看一下 這裡面就是有很多衣服 你買了兩件外套對不對 這兩件外套 所以你買了好幾件 然後還有很多很多的內褲 發熱衣 發熱褲 跟襪子 對 這樣子兩大袋總共是多少錢 九千塊台幣 沒錯 欸其實很划算耶 在台灣的 Uniqlo外套 假設一件五千 羽絨外套假設一件五千塊 就沒了啊 對啊就沒了耶 好 我至少買了兩套衣服耶 因為日本人他們穿搭 所以衣服會有兩件 我覺得買兩件 而且我們這次打算 直接來這邊買行李箱 帶這些衣服回去 沒錯 OK 這棟超美的 伊士丹 它是已經開了90年 超級古老的一個百貨公司 然後這個是 Big Camera 也是很多人會來這邊買很多的 電器用品之類的 這也太漂亮了吧 國民良品的販賣機 怎麼可以做得這麼療癒啊 我要喝白桃的 不行啊它要掃QR Code 還是要用來配 可以用來配嗎 不能喝了嗎 喝不到了嗎 好嗎 不行吧 想喝欸 我們買了一代7 沒錯 泡麵有甜食有飲料 有冰棒 買回去民宿吃 對 怎麼樣第一天來日本 怎麼樣的心情啊 我覺得很棒 你很喜歡是不是 剛剛我們走一走 然後戴戴就說 我覺得日本好好玩喔 沒有我是覺得 在台灣的時候的消費 消費模式 跟在日本真的完全不一樣 像在7-7的話 日本他們的飲料超便宜 有叫超嗎 超便宜啊 一罐二十幾塊啊 現在台灣都三十幾塊四十塊耶 如果說你沒有來過日本的人 我會建議你真的來一次 然後 因為有些東西可能平常捨不得 像我 我在7-7我現在是超級捨不得買飲料的人 大家出來玩也會比較省得花錢 是啊 是沒錯 我覺得我們可能是因為也是匯率還不錯 所以這次來日本很多東西都覺得 哇 很便宜耶 趕快趁現在低的時候 趕快來日本玩一下 對 登登 我們的7-7戰利品 泡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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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還有這個看起來很好喝的 巧克力牛奶 巧克力牛奶 這是袋袋的水果乳酸菌 這個在台灣要賣四五十塊 在日本只要賣二十塊 白巧克力蛋糕 然後還有這顆粒子蛋糕 看起來超級好吃 這個看起來超級無敵讚 白玉 然後下面有一些泥狀的東西 看起來應該是什麼紅豆泥之類的 然後還有冰棒 欸這個台灣沒有賣對不對 以前有啦 嗯 有一陣子好像有 然後再來這個是 草莓 冰淇淋 好 冰淇淋 嗯 而且它的冰淇淋是 加實的那種 加實 嗯 吃起來不會假假的 來喝喝看這個巧克力牛奶 嗯 很濃欸 要不要喝喝看 很濃但是我覺得不會到太甜了 日本就是必吃泡麵 這個是什麼 波多拉 波多拉麵 喔它這個麵是細麵 嗯 嗯 我的比較好吃 你要吃吃看嗎 袋袋吃的是UFO 那很香欸 那種炒泡麵的感覺 嗯 台台的味道很濃欸 嗯 甜甜甜甜的 我的真的比較好吃 這個經典的味道最好吃 有種甜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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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wnhill 大家早安 今天是日本旅遊Day2 要去雷門 天草雷門 其實我們本來 … 預計可能 可能九點十點就想要出門了 但現在幾點呢 現在是十一點半 現在真的是已經太累了 所以我們大家都 全員賴床 然後呢等一下我們是要做地鐵過去的 對 然後在做地鐵之前 我想說先來買一杯星巴克 我想喝杯咖啡 然後也來看看那個星巴克有沒有什麼 就是日本比較特別的飲料 然後有人今天全身都是新衣服 新褲子 怎麼樣大家覺得好看嗎 鞋子還不是新的 要買新的是不是 是不是很少看到帶帶穿這樣 好像融入日本 對 有一點融入日本的感覺 不是這個啊 這個不太日本 你現在是不是缺頂毛帽 毛帽 可是迪卡說我戴毛帽很兇 他戴毛帽很像剛出獄的人 我以前高中都戴毛帽 因為李平頭 就會有那種小朋友上公車看到我 就哭了 然後我今天還是全身都是 我從台灣帶來的衣服 帽子 圍巾 我昨天還沒有買半件衣服 我把扣打留到了今天 好啦 那就開始我們今天 日本旅遊 Day 2囉 好 星巴克 你點了什麼 你點了什麼 抹茶拿鐵 抹茶辛丁樂 然後我的這個是拿鐵 結果我們點了都是台灣有的 就是這裡獨有的 已經賣完了 是啊 只有兩個抹茶類的已經賣完了 我覺得台灣的抹茶喝起來 比起來不一樣 真的假的 我覺得很棒喔 我覺得更溫和 沒那麼吃甜 好喝好喝 也不會涉 對 也不會涉 沒錯 我這邊我算完的話 買4台幣到130塊 我們買的是 大杯的 特大杯欸 特大杯要200塊是不是 我這邊也差不多 160 130 欸 那是不是比較便宜啊 喔 因為台灣的青馬客這麼貴喔 超級貴好不好 好美喔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前草雷門這邊 然後因為現在已經中午1點左右了 然後先來吃午餐 看我們身後這裡 所以這間叫做陳草錦辦 是一間壽喜燒店 我們現在想說來這邊吃午餐 它是要排隊的喔 它是一間厲害的老店 它為什麼會需要排隊的呢? 是因為他們有超級午餐的東西 他們午餐的壽喜燒 據說是還蠻划算的 你可以用划算的價格吃到黑毛和牛 午餐實戰只有到1點半 1點40分左右 然後我們剛好排到最後兩組 那我們這支午餐的影片呢 會另外拍一支 這間值得給大家一支啦 好啦 大家如果好奇這間淺草錦辦 好啦 那大家如果好奇這間淺草錦辦 所以是要吃起來怎麼樣的話 再去看我們另外一支影片 那我們這支的話會繼續 記錄我們今天做了哪些事情 沒問題 我們終於吃完啦 好好吃喔淺草錦辦 大家一定要去看那支影片 然後看完了如果有來日本的話 一定要出來吃 那我們現在就出發淺草雷門 好 走 好 走 這間在大排隊耶 這個可以練的 這個也在排隊耶 看起來好像什麼肉餅之類的 我們到了 應該就是長這樣 我剛剛有很多人拍照 我以為它很大 其實沒有 就只有一個門而已 那它真的就是一個門 然後這邊就是一條可以逛街的道路 這一條也長得很漂亮耶 沒有 這裡應該算是它的正面 因為這裡超多人 這裡比剛剛那邊更多人 沒錯沒錯 ettor 那 burger 剛剛已經在雷門那邊拍完照了 超級無敵多人 � explicar雷門 後面 這邊就是有一條可以逛街的巷子 來這邊逛一下 看有沒有什麼小東西可以吃的 嘿!這個冰淇淋!想吃 耶!拿到了 好吃嗎? 好濃喔 真的喔? 超濃 真的超濃欸 要注意到這邊是不能夠邊走邊吃的 所以要吃完還可以走 嗯!好好吃喔 還可以自己吸口嗎? 嗯!超好吃超濃 雖然說一隻也不便宜 一隻要在台幣126塊吧 嗯!它有一種高級的味道 它這個餅乾也超好吃欸 很容易碎的那種 很像那個洗冰禮盒裡面會有的餅乾 嗯!也是高級餅乾 好吃欸 然後大家要注意他說 你說這整條街 重建市 重建市空嗎? 嗯! 這整條街都是不能夠吃東西的 你要吃東西 重建市這條街的名字 這整條街都不能吃東西 一定要吃完才能夠上路 懂嗎? 然後它這邊其實這樣 這樣子直的橫的 都可以逛 其實還蠻大的 啊!這什麼? 那個是麝香葡萄嗎? 排隊排隊排隊 來排這一家 櫻花廠 嗯~~ 又買東西吃了 這樣就快兩千...快兩百塊 這麼快? 九百塊啊 欸很貴欸 這一串就是水果串 然後這個是我的炒梅大福 沒錯 它其實就是水果欸 怎麼樣?草莓甜嗎? 好甜喔 真的喔? 我來吃啊 我最想吃哈密瓜 哈密瓜比草莓稍微不甜 它其實就是吃水果啦 說實話 它也沒有加任何農品就是吃水果 它也很甜 它其實下面這個麻糬 它有很多種口味可以選 它有什麼抹茶、巧克力啊 各種口味 然後我選的應該就是最一般的 裡面包紅豆的那一種 嗯 它這草莓很脆欸 結實的那一種 嗯 它紅豆給了很多欸 好吃好吃 哇 嗯 好吃 喔好像越玩越多人欸 然後感覺大家來這邊買 伴手裡也是很適合的 超級多東西 我們現在走到前草寺這邊 然後 這邊看得到晴空塔 欸它旁邊也超多地方可以逛的欸 左邊右邊都有 有點像廟會的感覺 這裡可以抽籤 然後還可以買御守 寺廟在那邊 哦 漂亮欸 來抽個籤 86 65 欸 我的大吉欸 那是什麼 墨吉 墨吉不錯啊 我們都是吉啊 花花印陽台 柯形靜寶財 織文堡地墊 走馬聽聲雷 聽起來很讚欸 無並肩防乳 成為一味酥 若見一陽峻 後 後 方可做良土 感覺是有一種 你如果經過磨練 你就會很棒欸 那種感覺 對不對 你又知道 感覺嘛 好啦 抽環籤 我們要把我們的好運帶回家 好的 走吧 我們剛剛逛完新宿 然後本來想要去吃阿福里 結果 它已經太晚了 沒有開了 沒錯 但我們肚子很餓 想要隨便找一家吃 然後剛好看到 這一家叫做 鳥桂竹 嗯哼 聽說鳥桂竹就是一家CP整高的 日本 具有 原本寧塔已經關機了 它已經心情很差 因為沒有買到想要買的 吃不到想吃的東西 但是剛剛吃了一口它的拉麵 我覺得心情大好 然後這邊的東西超便宜 CP值超高 一碗拉麵只要80塊 這邊所有的東西 一個都只要80塊 而且它這樣比較多串喔 80塊 台幣啦台幣 裡面還有雞肉塊喔 這一碗才80塊台幣了 好吃嗎好吃嗎 好酷 雞肉串 應該是雞腿肉串 醬燒的 嗯 好酷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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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吧